欢迎各位收看15分钟云端热知识 今天的系列是放心应用程式系列 我是Thomas 那今天将与各位分享 LOB应用程式迁移指南上级的部分 在开始做迁移之前呢 我们可以考量几个点 是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迁移 你可能是因为哪一些因素要做这个迁移 那再来看看说 那这个迁移里面在基础上面 我们包含了哪些项目 什么情况下我们会做这个 要评估哪些东西才可以执行这个迁移 那迁移到A9的话 不外乎是为了这个A9整个被根非常的庞大 它在全世界各地都有机房 那超过60个这个region 那它背后所支撑的这个compute storage 网络 那也都非常庞大 各位可以参考这个简报上面写的东西 那这个东西会持续的进化 那随着这个Microsoft在A9上面这个投资呢 也会有更多的新的一些feature提供给各位 那在A9上面的话 主要就是很多东西是以企业为导向的 所以在考虑这个SLA的话呢就更为重要 所以有的客户他搬到A9主要是为了加强他自己 本来地端机房的这个PCDR 为了HA这一样的东西搬上来 那在A9上面的HA的话呢 如果说你只使用一台VM 你的Web Service或者是你的SQL 你只放一台VM 在正常的情况下呢 VM可以提供给你的这个SLA是三个9的部分 那如果说你的这个Web Server 是以那个Web Tier的方式 好多台区一起去做重极的话呢 那你可以去考虑说 我可以用LBC Set或者LBC Don't 那这两个最大的差异就是说 LBC Set是在说同个机房之内做HA 所以说当你它可以提供到你99.95 那AVZone可以让你在同一个region之内 不同的Zone 这个Zone指的是不同 可能是像一个是不同洞 不同群的这个资料中心 不是单一一个资料中心的 而是在不同群之间做移动 那你可以配有你自己的这个HA的机制 加上Begin帮你去做移动 那你可以达到三个9 那或者是说在有些情况之下呢 你可以设计你自己的这个应用程式 除了Zone跟Zone之间 你可以做region对region之间的这个迁移 那这个部分就是要看各位的design 去决定这件事怎么做 有的人为了这些事情 所以他搬到A9上面来 然后有的人呢 是因为他目前的开发 可能面临到就是通常LOB都比较legacy 你有些程式使用的技术啊 都是比较早期的 那要去对他做大改 可能也不划算 那大部分都是小小的修改一些东西 但是每次修改的时候 你都要仰赖旧有的一些项目 那如果有些东西可以适当分离呢 那我们也希望说能够让 让这个应用程度更清亮 然后用一些新的技术 然后来做执行 所以有些是可能是为了这个东西 所以把他应用程式搬到云上 然后当每次有新需求的时候 一点一点的将他剥离出来 慢慢的往这个serverless方向走 或者是一些容器化的方向走等等的 这都是可能是我们在做这个 现一道云上面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个想法 那或者是说现有的应用程式 在基础架构里面呢 如果我们要开始专注说 解决这个security的问题 那要买一些设备等等的 这个投资可能会过大 那我们会考虑说 因为在在A9上面的话呢 你的这些security solution很完整 你可以仰赖这个A9 帮你去做一些这个 这个所需要的这个防务能力 那由A9来帮你做 你就不用投资太多security的solution 那这也是一个面向 那当然也有一种情况是说 他现有的这些server呢 可能已经EOL了 那要做更新可能会来不及 但是又有很强的集合要求 你必须要有这个security update 可能有一些是政府机关 或者是说金融业或者说其他类型的auditor 会来看的时候呢 会要求做这个 那在你还没有来得及更新你的OS之前 你可以先把你的这个系统搬到云上面 去取得这个延伸的 延伸的security update 这样的话也是一个方式 上面几个不是常见之外呢 其实还有几个项目是我们可能会思考的 过去在机房里面去 去你家添购设备 添购主机 添购storage 不管是什么 它都被视为是资本支出 甚至于是买机房 都有可能的 那如果有些情况下的话 其实你希望的快速去验证这个市场 而不希望在一初期就投入大量的资本的时候 你可以使用induant 这种A9的方式来去做 那你就是一个营业费用的方式来处理 也有一些客户是因为他在某个区域 比如在美国 在日本 在任何一个地方 他本来租用的这个gas center已经合约已经到齐了 那如果说你今天要去签 那你还要包含这些其他阿里阿扎的费用 那不如就直接搬上了A9来 这也是一个可能 那有的情况下是因为为了这个hybrid的工作环境 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 很多情况下我们都不会待在同个办公室 在不同的地方去执行 那当你在你的每个region 或者每一个local端的这个office 所有连线都往那边连 在往后连到自己的data center的时候 很容易塞平宽 那所以有一种model 就是把所有的连线都往A9送 在这种情况下 那你的这个MOB放在cloud上面 放在A9上面 就会是一个合适的选项 我们可能也是这种考量 那有些情况下的话呢 有些是说我们希望慢慢的去改善这个这个部分 有些是为了这个成本的部分 因为我们知道过去在采购机器的时候 常常会有很容易遇到这种 你买一台server 把code放在那边 但你的应用程式跑起来 其实它持不到10%的资源 那这种情况下 你想要把它降规 又很难 因为你还要再买一台 低规的放在那边来换 等等的 可是在cloud上面呢 你可以就随时就这个东西做调整 当然今天有需求了 我可以马上加大 需求没有那么高 用不到这么大的CPU 那我把它缩小 等等的这一类的项目 都会是在你使用cloud 执行的应用程式的 可以做的考量 那刚刚我们知道有些 可能因为上述种种的原因 让你有了启动这个 我要搬上云端的这个想法 那可是在搬移 这件事情就要牵扯到很多事情 就是我现在到底要搬移什么 什么东西是我可以搬移的对象 当然有VM就可以搬上去 但是我们还是会去细分 哪一种运作方式的迁移 也是比较顺利的 开始执行计划的时候 你可能是好 我现在地端的主机都是VM位 那我可能可以搬到19上面 或者是说我是SAP 或者是VDI 这些东西可以搬上去 那因为这个都是可能 这个都是可以在这个 mygaret的时候去评估的 那因为我们这次讲的是OBE 所以就针对这个上面这一排部分 会比较针对你的application 你的database 或者是你server来去做说明这样子 那在A9上面有一个service 叫做A9 Migrate 它是一个集中的一个地方 让你把所有你准备要做迁移的那些project 或者是你可能是一个迁移的project 可能是一组server群 你想要做迁移等等 看你的情境是什么 它可以把这个所有评估的结果 放在这个service里面 那你可能要迁移的是Linux Windows Database SQL 各式各样东西 都可以在这里面一次看到 那你在做这个使用的时候呢 因为它这个service呢 并没有说绑定只有使用 这个Microsoft提供的tool 它可以仰来一些server party的tool 如果说有些已经在做迁移的时候 你已经很熟悉 这些partner的solution的时候呢 ISV的solution的时候呢 它也可以跟它一起整并 那你可以用同一个管理界面 但是用不同的迁移工具 或评估工具 来帮你去执行你的这个迁移计划 那所有的项目呢 就会集中的在这里去 Ajo Migrate 来做呈现 那在执行迁移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一个一个来看的时候 可能会说好 如果说你是一个Java的应用程式 或者一个大内的英文程式 你想要做迁移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有买柜里面就会有细分 你可以用这个App Service Migration Assistant去做 或者是说这个App Containerize Tool 来帮你去做容器化 那一段看说我们在迁移的时候呢 打算使用哪一种技术 比方说如果你目前常使用的Java 是以这个Spring为主的Frontwork 那你就很适合把你的JavaSpring 丢到这个Spring Cloud 就是直接的用这个Ajo Backend 以PaaS的形式来host你的JavaSpring的程式 那如果你是大内 是一个Web 在正常的情况下 没有特殊要求的情况下呢 你可以帮你的应用程式 搬到App Service里面来 那当然Java也可以搬到这 如果比如说你是Tankail 这一类的Web程式的话 可以放到这里面来 那如果是你的迁移的目标是说 我可不可以不要用PaaS 我想要用我不想要用这种 放扣的方式 我想要输入容器的 那当然也是OK 你可以用容器化的方式 帮到如果你熟悉这个 Red Hat OpenShift 你可以放到OpenShift里面去做 这个也是PaaS的服务 你不用自己装 那如果说没有特别有偏好 那你可以用这个原生的 Kubernetes Service 去跑你的应用程式 那除了这个以外呢 我们其实也有这个ContainerApp 这一类的东西各学host 不光是这些东西 那就上面还是有很多其他东西 可以host的应用程式的 我们先提几个比较常见的 那或者是说 我这个迁移我也不管它了 反正我VM就上来 你都是Linux直接迁移 这也是可行的 但是就看我们的目标是哪一种 这是App的部分你有的选择 那在Migration这个应用程式的时候 一定会碰到你的DB怎么办 DB怎么处理 那如果是MS SQL的话 那就相对简单 那就买规里面有DFOR的这个Migrant Tool 可以做帮你做评估 以及做这个超显 做移动这样子 那移动到Ager上面有好几种可能的 比如说PaaS的DTB 它可能有这个DTU模式 就是按你的所需要的量 来跟你收费 那不是照扣述的 那也有照扣述来收费的 有Ager SQL有以Vcode收费的方式 那或者是说你在使用一些schema 或者是这个DB相容性有比较高的要求的时候呢 那可能PaaS的DB因为这个相容的等级不够 那你可以采用这个Ager SQL Manager Instance来做 那这种的它的相容性非常高 基本上就跟你在地端几乎没有差异 你地端可以用的东西在上面挤 原则上都可以去使用 那到底移动上来会不会遇到状况 Migrant Tool里面会帮你做的评估 里面会帮你去分析 你有没有schema要改 不管是搬到PaaS的DB 或MI这种类型的 它都会帮你评估 那如果说因为某些原因 上面两个都不是你要的 可能因为功能 因为价钱 或者是你客制的什么东西 没办法去调整的 那直接丢到这个Ager SQL VM 也是一个选择 那这个VM跟一般的VM不是完全相等 它会帮你 它这个SQL的话 它有一种extension专门帮你去做 所以做备份啊 HR或者Replica这些的话 可以透过这个Ager帮你处理 所以你会有些细节是 你不需要自己再去 一个一个自己处理 把它当普通VM自己处理的 这个有兴趣的话 我们之后再谈 那或者是说 我不是用MS SQL 我是用其他类型的 不管是MySQL啊 这个Mary啊 或者是这个PostgreDB等等的 在Ager上其实都有对应的 PaaS的服务可以去采用 你可以透过这个MySQL tool 来帮你做评估 我要怎么去迁移 或者说一样搬到VM上去 这个都是可行的 那当然这些的话 其实不管你是WebT ApplicationT DBT等等的各式各样 我们通常不会一次只搬一个 我们不会只搬Web 不会只搬ISQL 或者说尤其是应用程度 原来是一整包的 不会只搬一两个VM上去而已 你会一整包上去 那就可以透过这个Ager migration的 移动的这个动作 一次帮你移动上去 那这样的话 做起来会更有经济效益 所以追踪的程度也比较高 避免你当代你可以减小 那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下一集呢 会去提到说 好 那个那我如果真的要执行 这个Ager migration的时候 它大概会长什么样子 以及说那我实物上 我在执行的时候 到底还有哪些资源 能够帮助我做这个执行 那今天提到的一些观念啊 跟一些说明的话 你可以到这个网站来做 来找 那所以今天分享呢 就到这个段落 15分钟一段就知识 每周更新在 Microsoft Taiwan YouTube频道 以及Microsoft Taiwan 和这个Ager官方粉丝专页 也欢迎大家到 上面去留言 与我们分享互动 好 我们下次见 再会